各位观众,画面上可以看到不断有大量的白色气体从工厂冒出 这里是乌克兰东北,位在苏梅的一间化学工厂 被遭到二军轰炸后发生氨气外泄 苏梅市长表示一个50吨的氨气除尘槽被抛弹袭击后受损 导致这个氨气不断飘散,方圆2.5公里范围都受到影响 民众现在大多都在低楼层或是地下室避难 暂时对苏梅居民的健康没有影响 当局也说目前已经控制住情势 而到了今天呢,俄乌战争开打已经迈入第26天了 基辅有一处石层楼高的购物商场遭到轰炸 现场死亡人数已经从1人增加到6人 中南人员还在寻找其他生还者或遗体 那么另外呢,乌克兰东南部的港市马里乌波尔被俄军围困超过两周 现在也传出有一群困在诊所内的孩童 疑似是已经被俄罗斯绑架带走 强迫到俄罗斯免费劳动 那么也算是目前最新讯息的时间交还棚内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